欢迎加入华视晚节新闻 我是雷亚 马上现在您关心的就是国军 其实从今年开始 已经恢复一年的兵役 结果是首度传出了逃兵事件 这是不同于以往所谓的 御驾未归 是直接翻墙出营 好 这个是陆军两栋三旅 台南关田营区 有一名刚入五两天的流星二兵 好 事实上他9号的时候 新兵报到11号的时候 是进到了新训中心 事实他报到的时候 就有做所谓的心理量表 当时就被列为了关照对象 而且约好要做进一步的访谈 结果没有想到 11号晚间9点的时候 集合时间突然间消失 一次是因为他适应不良 结果翻墙出营 好 怎么可以这么容易的 就翻墙出营呢 原来这个营区 正在施作所谓的工程 所以搭的是一个简易的栅栏 同时他还联系他的前友开车来接应 他直到14号的清晨 才偷偷地想要回到营区里头 却被带个正着 现在军方就表示了会严惩之外 还有这个接应逃兵的人 恐怕也会面临行责 军事重地戒备森严 陆军八军团两栋三旅台南关田营区 惊传逃兵案件 一名九十四年次流姓二边编制在第二 四月九号报道 十一号进入新训中心 做了心理量表 被列为重点关照人员 原本预计隔天要进行约谈 没想到十一号晚间 他在听取招募宣导之后 被干部发现消失丢出营区 营区中边正在施工 只有几片简单栅栏 成了流姓二边外逃出口 根据了解 他疑似适应不了团体生活 逃跑前拨打电话给前女友 开车来栅栏外接他 由于关田新训中心附近 有国道和快速道路 也有火车站 流姓二边因有地缘关系 很容易到达其他地方 军方也马上喊请宪兵队找人 直到十四号清晨 他从同一个地方回营被抓包 根据陆海空军刑法 士兵无故离营超过六天 可处最高三年有期徒刑 据易获释新台币三十万元以下罚金 而六天内回营也要接受行政调查 另外协助逃跑的前女友 恐怕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由于这起事件 也是国军从今年开始 把兵役期限恢复成 一年役务役的首次逃兵事件 军方以原证表示 将何与重臣以维护军纪 华氏新闻刑刑刑刑 林玉哲台南报道 好 那么现在军方就说了 他不再营去的这六天是需要调查的 相关全处绝对是不会少的 那么这回呢 陆军二两栋三旅呢 其实是南部地区军事训练役 接训的大本营 但是呢却屡屡出现状况 怎么说呢 因为早在去年十二月 还有今年三月的时候呢 他们就曾经发生过 这个新兵有亲生 还有自上的事件 这次又再度的传出逃兵 也就是他们不到半年的时间 三度的出事 究竟是这个军众的压力 实在是太大了 还是有其他的因素 有待理清 一个个理着平头坐的直挺挺 提着行囊来报道 即将展开一段军旅生活 这里就是位于台南关田的 陆军二离三旅 是南部地区军事训练役 接训的大本营 总统蔡英文2020年间 就曾经前来视察 只是这个军营关注度不低 就因为状况不少 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四号 一名张姓制约义士兵 在休假期间疑似 在台南租屋处亲生 三个月后 一百一十三年三月二号 又有名军事训练 王姓一南 休假时在家中自残 还好家属及时察觉送医 没有生命危险 没想到一个月后 四月十一号又有名入伍 才两天的流姓一年义务役 翻墙逃离军营 不到半年三度出事 到底是像民众说的 太想家还是军中压力太大 还是有其他因素 导致这三次的事件发生 军方确实应该赶快调查理清 否则训练保卫国土的新兵单位 一再出事恐怕也影响整体军心 华视新闻刘汉胜 邱军萍 简玉林台南报道